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飞到这里 我问燕子你说什么 燕子说 燕尾模型乐趣多 OK 同学们好 这节课咱们又见面了 崔老师 这节课要给大家讲一讲 小学几何模型里面非常重要 但是也是一个小难点的燕尾模型 OK 所谓难点原因有两个 第一 因为它在五大模型里面 是分来分去最复杂的一个 用到线段的比例思想最多的一个 比例咱们现在用的还不熟 对吧 那是咱们五六年级 衔接的一个长期任务 所以你感觉工具上 数学工具的使用上不太爽 还有一个难的呢 就是因为这个图 你看分的不是特别的好看 那怎么办呢 OK 借助一点想象力 咱们来看看燕尾模型 到底是哪个模型 应该怎么用 OK 小燕子 漂亮的小燕子 咱们直取它的尾巴部分 来看 在三角形 一个传说中的三角形 A B C 这个三角形当中 哇 这么多线 分的好奇怪 AB B CF 交于同一点 O OK 中心的点 就是这个O点 那咱们日思夜想的燕子尾巴 在哪里出现呢 先别急 首先咱们复习集合里面 最简单 最简单的那一个模型 叫做什么呢 叫做共边模型 还记得吗 两个三角形 如果 哦 并排摆放 中间一条线 把它分成两个 对吧 这两个三角形 并排摆放 中间有一条边 是共用的 底边在同一条直线上 那 它们的比例 就很好用了 如果它们的面积比是 2比1 告诉我 底边之比呢 也是 2比1 对吧 如果我知道 底边之比是2比1 面积之比呢 自然也是2比1 这叫面积比等于边长比 而边长比呢 也等于面积比 OK 就这么一小条 咱们就可以推出 复杂的 这个三角形中的 比例关系 OK 别急 左边 看起来稍微瘦一点 没错吧 右边呢 看起来稍微胖一点 这两个三角形 但也是 共边模型的 标准形状 OK 假如 我规定一个比例 它们的面积之比 是1比2 那我想请问 底边之比是 1比2 这应该脱口而出 这个比例代表的意义就是 左边可以看作是1 1什么呢 1的单位是 份 OK 这可咱们分数应用题 很相似 1 面积是1份 2 面积就是 2份 OK 那现在 我发现 底边之比 也是1份 和2份的 关系 那 继续深入调查 我会发现 这里面还有没有 面积是1比2的 两个三角形呢 还是有的 咱们来看看 在这个地方 边长是1比2 我会发现 哎 不对啊 这两个小三角形 那 它们是不是也是 共边三角形 没有问题吧 那说明 它们的面积 也是1比2 也是1份和2份 这1份和刚才那1大份 能一样吗 肯定不同啊 说明 这个份和份之间 还有点小差别 我可以管刚才叫1大份 现在呢 1小份 对不对 这是1大份 这是1小份 这是2大份 这是2小份 注意了 咱们的燕尾 呼之欲出 燕尾出现的是在 这两个三角形之间 它合起来组成了 这个形状 看看 像不像燕子的尾巴呢 OK 中间一条线 很有趣 对吧 这是燕子头部的方向 大家都能想得出来 那这呢 应该是燕子的 哦 有的同学好像说屁股 不太对 而且是不是很粗俗啊 这是燕子的臀部 对吧 那燕子臀部 就是中心的这个欧点 找准这个欧点 其实燕尾模型 一下把它屁成三块 那思路一下就很清晰了 来看 刚才说到 整个是1大份 下面是1小份 上面我可以给它比喻成 1中份 没问题吧 1大份减1小份 这个1中份 那右边呢 两大份减去2小份 就应该得到的是 2中份 1中份 2中份 说明这两块面积的比例 发现也是1比2 OK 这就叫燕尾模型 长成燕尾的模型 这两块燕子尾巴 两片燕尾 面积之比 就从它底下停的这杆上来 如果这杆是1比2 这儿就是1比2 OK 看明白了吗 都是从最简单的 共边推出来的 好了 知道这个道理 咱们就来看一看 最后的结论 S三角形ABO B上S三角形ACO 它们的面积之比 在底下停的横杆上找 燕子停的横杆 在底下的BC上 对吧 其中杆被它分成了两段 左边这段是BD 右边这段是DC OK 它们的长度之比 就是两片燕尾的面积之比 那换一个方向 同学们会不会看呢 你会发现 这题里面只出现了一段燕尾吗 咱们来换张图 试试看 一定要记住 一个新的转化 面积比和线段比的手段 这是燕尾模型的真谛 它和共边定比 是大同小异的 来看这个图 OK 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图里面 大致上可以分为几片燕尾呢 燕子的臀部是中间的G 这个点 那左上 右上 还有正下方 组成了完完整整的三块燕尾 这三块燕尾 能够拼成几对燕尾模型 来看 最熟悉的 这是第一对 对不对 燕尾开口朝下 但是 还有没有别的呢 当然有 还有这对燕尾 开口是朝左 还有这对燕尾 开口是朝右 我可以发现三对燕尾 都应该有它自己的用途 咱们来读一读这个比例 S三角形 A G B 这个三角形 比上 A G C 这个三角形 等于S三角形 EGB E 在那 EGB 底下这两块小的 和EGC之比 也就是EB 比上EC 发现 上面两片燕尾的面积 就从下面平的杆上来 如果这个杆 是1比2 那说明这片燕尾比上这片燕尾 等于1比2 看明白了吗 很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那同样 这两片燕尾应该从哪来呢 从它停的这根杆上来 杆上的比例是G比几 这两片燕尾的面积 就是G比几 同样 这两片燕尾 它们的面积比 也从这根杆上来 OK 三片燕尾 到它停的杆上 去找就可以了 如果万一有哪根杆是空的 这根杆上光秃秃 什么比例也没有 假设没有这个地点 什么点都没有 这个杆是光的 那怎么办呢 那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一根光秃秃的杆 燕尾停上去 能抓得住吗 它肯定抓不住 滑 对不对 那它自己就 啪 两面朝天 摔到地上了 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吗 当然不能 说明光秃秃的杆 停不住燕尾 那就没有合适的燕尾出现 那咱们的燕尾 要找合适的比例 一定记住 中间有一个点 把这条线段分成两段 两段的长度之比 我知道 燕尾的面积之比 我就能搞定了 OK 同学们 明白这个道理 咱们接下来 用催事三步法 分析一下 今天的例题 你会觉得 最难的这个模型 也异常简单 其实都是这样 咱们的模型 各个都是会飞的 比如鸟头 比如燕尾 比如蝴蝶 比如咱们待会会说的 风筝 同学们 让你的想象力 飞起来吧 这事很好办